在这个环境,特别最好,你就是设计里面执行,这边有个执行,执行下去就会帮你 如果你今天的话,你可以再把它改一下,这条件,不要改错了,因为插一个字他就不接受了 你不是他没有人情味的,你插一个字他不会说你这边可以怎么怎么样 SS还好,他还会帮你debug一下 好,那第二个是什么呢,我如果今天希望把这样的东西可以把它变到哪边呢 变到我们的这个,就是跟SS结合,跟easeo结合 easeo里面的话,我们刚刚的表单,我希望Ctrl键按住好了 这边多一个什么,新增,那新增我们慢慢来好了,先新增一笔 再来就是新增全部,新增一笔,然后再新增全部 所以这边的话,把它拉下来,多给他一个按钮叫新增好了 那这个新增呢,名称叫,干脆叫B3好了 我们刚刚B1,B2,B3,OK,好,B3,换一下名称 然后我希望怎么样,点他两下,他这个B3Clicker就帮你产生了 那里面要做什么事呢,就是我刚刚讲了 第一个,你必须去连接SS,可是问题你现在在easeo啊 那你怎么去跟SS连接,你需要靠一个东西叫ADO 那ADO这个东西,它已经内建在电脑里,只是说你要把它呼叫进来 然后呢,利用它去做什么,去开启SS资料库 OK,所以特别之后,我们要用ADO开启资料库 讲起来好像很简单啦,但是实际上怎么操作 第二个是说呢,那我已经开启,假设我已经开启了资料库了 那我需要怎么样,再把刚刚的那个update的那个语法怎么样 传递给他,让他去执行 那我还要告诉他说,我的资料在哪里,OK,那逻辑知道吧 那因为可能如果要细部讲太深入的话,可能没那么多时间 所以我已经帮各位整理好了 我刚刚所讲的,那几行程式,基本上都在云端白板里面 各位往下找,OK,大概就是在哪边呢 刚刚讲insert into,这个的下面,这个补充是说 如果你要查询就slate,如果修改就update,删除就delete 所以其实你会这四个就够了,其实在一般工作 不外乎就是这四大功能,新增查询删除修改 因为没太多时间,所以我点个头,其他你就自己再找个时间 如果你这些都通的话,大概你seql资料库应该也就差不多了,OK 好,来往下,往下卷动,好,b3click有没有看到 一直到end sub,头跟尾,中间就是我们要的 还有,可是你会发现这边有个call,有没有 利用ADO,新增资料 所以请你把这一段跟这一段,这一段有没有 因为两段程式,因为我要call下面这一段 所以请你把这两段Ctrl C,然后直接再到VBA里面 这个把它盖过去好了,干脆放下面好了,我把它放最下面好了 直接贴上,就是这两段就OK了,那我们来看一下 到底里面做了什么事情,OK,第一个就是说我要去抓,抓什么 因为我将来新增,这个地方的逻辑是这样,我要去抓的资料 来源是从哪里呢,来源是从我的最下面这一笔 把最下面这一笔,帮我搬到SS的资料库里面 这个地方的层,如果你将来要改的话,你可以自己再去修改 所以我要怎么样知道最下面一笔的位置,这一笔 怎么样把它搬到资料库里面,就是我们刚刚那个SS的资料库 就这个资料库里面,怎么样把它搬到这个资料库里面的问题里面 那所以第一个,我用这个方法取得最下面一列 不用加1,因为我就是要它 分别把什么呢,把它的第二栏,就这个 一直到第六栏,因为我这边可以用数字嘛 分别放到ABCD,所以ABCD的话呢,实际上就放什么 放这个,A的话就是放XXX B的话就放170,依此类推 就是把这六个资料放在ABCD就对了 然后再来call,利用ADO新增资料 其实就是传递参数,传ABCD过来 所以传过来,传过来之后做什么呢